日前我们有和大家聊过 在GIDOL这次回归前 一向乐天派报喜不报忧的宋宇奇 在Instagram现实动态突然发文 转发两张多辣A梦中的图片 上面写着一个超厉害的心态 我不要了 和不能在烂人烂事上纠缠 动态溢出直接引发各往热议 让不少粉丝担心 不过 随后台湾籍成员舒华也跟着转发 当时我们猜测了其中的原因 其中也是提到 不管是对于个人solo的安排不满 还是对于续约内容的问题 前者不会是与其能做出来的事情 毕竟全员回归Q的扶持都少得可怜 微娟solo更是出现了 让人诟病满满的廉价不景 而后者大概率是全员问题 就像评论提到的 与其只TGA了舒华 舒华也转发 感觉就是为舒华发声 而随着专辑的公开 我想大家对这件事的认识也更加清楚 不能在烂人烂事上纠缠 真的说到了点子上 我们都知道 日前一位自称是叶舒华战姐的人 上传舒华最近参与粉丝见面会的照片 还可以强调与其他照片不同 这次的照片竟是完全没有修图 让舒华的脸看起来肉肉的胖了不少 虽然依旧清纯又自然 但是与日常照片的反差感 还是让照片迅速发酵 加上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 很多人没有去获取和辨别事实的方式 也让这一争议直接登上微博热搜 叶舒华战姐因为修图被吐槽 遭到争议后 还杀有歧视的表示 舒华粉都说舒华的照片自然美 但实际上都修改了很多 会有这么多批评很有趣 掀起舆论风波之后隐身 加上所谓的战姐身份 给很多人以身边人的感觉 但这样的套路不知道你是否感觉到熟悉 在大陆平台尤其是新浪 真的见怪不怪了 他们顶着杜撰的抬头 做着造谣的事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即便后续有粉丝点出争议的地方 认为所谓的修图前照片 看起来像被恶意加工过 甚至所谓事后的修图照看起来手法 技巧都很粗糙 另外也有粉丝分享同一天 舒华在机场时的照片 同样主张没有经过修图 但这时候的舒华却是瘦出肩下巴 从侧脸看更是轮廓线条清晰 和过去相比明显小了一号 但还是没法让不明白真相的路人 和装睡的黑粉清醒 其实我们此前举例 提到了女娃们日前参加婚礼时的舞蹈 以及在校庆演出时舒华的火力全开 在争议问题面前 人们总会欺诈性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 其实对于舒华来说 此前就因为也好友聚餐 被别有用心的人用 叶舒华跟五毒艺人聚餐为标题 在微博发文指出舒华同桌的艺人 过去均被贴上奇怪标签 也因如此 舒华连带被贴上标签 陷入巨大舆论漩涡 这次又因为所谓的战姐造谣是狂黑 陷入颜值争议 其实在刚出道时 作为关定门面的叶舒华 就遭到很多黑粉的满满恶意 当时的叶舒华看到了一句评论 大致意思是说 她的脸上有东西 长得特别丑 她没有放在心上 也没有发现这是一条恶评 等到反应过来后 回去确认了一下 才知道对方在骂自己 直接生气地表示 难道是上次骂岁珍姐姐的那个人 她直接表示 如果是这样 请立刻离开直播间 粉丝们看到她被恶评 纷纷给予安慰 不过她表示自己并不在乎 也会因为一些恶评而受伤 不过会担心朋友或者家人看到之后会心疼 并霸气表示 如果对朋友恶评会特别生气 叶淑华特别可爱 用温柔的语言说出了特别霸气的话 警告黑粉不要随意骂自己的朋友 否则不会放过对方 还抱怨道 姐姐 终于找到骂人的人了 而这一次不能在烂人烂事上纠缠 放在她身上 真的不要太恰当 面对颜值方面的质疑 还有什么比用自己的好状态狠狠打脸来得更好的吗 我们都知道 南韩大事女团 G Idol 8日以第七章迷你专辑SV回归 主打歌MV甚至在发布后短短一小时内 就累积了将近35万次的点月量 再次证明了 G Idol的超高人气 如同舒华在介绍专辑时表示 这张作品让人完全感受到了夏天 除了曲风轻快 令人兴奋之外 成员们在主打歌MV里的服装搭配也洋溢着夏日风情 五人不同风格的甜辣性感 相信会给粉丝带来剩下穿搭的idea 在主打歌KlaxonMV中 五位成员都换上不同款式的泳装造型 我们的babyboss盲内舒华 此次在新歌MV中的造型可谓是惊艳一众网友 一改往日保守形象 在MV中穿上中空泳装 更是直接开到肚脐 搭配一头棕红发 展现出白皙透亮到可以当反光版的肌肤和迷人的身材曲线 让粉丝看了直呼 已经不只是辣妹的程度了 在KlaxonMV中可见五位成员接换上新发色 队长小娟染成亮橘色 十分吸睛 威娟以层次减中长发登场 展现清纯魅力 mini顶着爆炸卷发 相当复古有形 与其则难得染回黑发 甜美中不失帅气 至于舒华则将头发染成红褐色 让原旧白皙的皮肤更加透亮 然而 为呈现夏日风情成员们也纷纷换上泳装 舒华更是尺度大开 泳装胸前挖空部分更延伸至肚脐 雪白肌肤极好身材一览无遗 此外 官方IG上 也是出舒华穿着泳装进行主打歌挑战的短片 短短18小时内 观看人数已达674.5万 还有66.8万人按赞 可见舒华的魅力 对此 歌迷健壮也纷纷大赞 加麻加辣叶舒华 白到发光我的天 鼻血用喷的 这辣度杀人哀 这是要辣死我吧 他全身都在发光哀 皮肤好到不行 由于舒华在过去的综艺中 只要看到其他成员穿着叫性感 都会帮忙注意 避免走光 如今自己在新歌MV中如此火辣 让部分人忍不住笑亏 夜保守变夜性感了 并且早在之前的预告中 我们就看到了 台籍成员舒华 身穿一件连身的白色草莓裙 正面看起来与其他成员比起来确实低调了些 但是当他一转到背面 马上惊艳了不少人 这件裙子的后面是大漏背的设计 不仅让舒华的直角尖完美秀出 更展现了那令人羡慕的背部线条 另外 这连身裙还在腰部上挖了一个洞 所以当舒华一转身 瞬间就落翻了不少人 粉丝纷纷大赞舒华 刷的背太美了吧 为什么全部就叶舒华小姐不最少 叶舒华 辣死 转身以后看到被我整个下烂 有够辣 有趣的是 影片还有个小小亮点 就是到了最后 与其还偷偷拍了拍舒华的屁屁 该瞬间被不少网友截图引发讨论 宋与其在给我偷吃豆腐 客到了 其实对于舒华来说 他不可能不知道 不少人一直在盯着他的身材看 而且自己不止一次的提到 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暴饮暴食 所以也经常成为被嗨粉攻击的目标 不过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过 Cube不会控管体重 可以乱吃 但会请艺人自己去看荧幕 说这是留一辈子的 让艺人自己去控管 被问及 如果其他成员比自己瘦 是否会受刺激 此前的舒华面对这样的问题 他会表示 身材的话还好 因为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size 而这次回归 他一度受到让人心疼 要知道他年初回归时 就已经病倒 虽然呈现出了更好的舞台状态 他的努力与其也一定看得见 那么遭遇被恶意的发泡抹黑 不能在烂人烂事上纠缠 成了最好的安慰 不过还是希望舒华 可以健健康康的美下去 不过还是稍微的一些 不过还是要过 我会觉得 这个安慰性的 不过还是要过 没有理想到 跟这一段时间的 不过是